欢迎收看今天全民大觉醒的单元 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资深分析师 林幸福 幸福武安 主持人各位干嘛大家好 我们先带大家来扫描今天我盘 盘面上的亮大指标股 台北股市今天反弹目前是上涨81点 上市成交值排行包含了华星科 国聚台积电 大力光 可成 星星在此刻是再度的亮灯涨停 那上涨的华星科目前的认购全镇当中 成交金额最大是华星科国票 国聚的认购全镇成交金额最大是国聚凯基 台积电认购全镇成交金额最大是台积电原付 大力光认购全镇成交金额最大是大力光永昌 可成认购全镇成交金额最大是可成统一 好 幸福哥其实今天台股的反台盘面上 还是有蛮多的族群在带动 今天的人气指标我们一起带大家来做掌握 那看到除了刚刚有很多老师有提到的 思科相关的概念股 因为华为可能被美国封杀 今天这资金就流动到这边了 那5G概念股在经历了昨天的重挫之后 今天也再度的恢复了人气 开始出现了积极的反弹攻势 光环在5盘前也是在掌平板附近开开关关 那MOSFI族群昨天盘中也有多档被灌到跌停价位 今天也都跌身反弹了 二线速化族群也受惠于报价的指纹力差增加 肩盘中也是带量上攻的 那不过如果从目前这量大指标股来做观察 以个股的成交量来看 PCB族群在今天也是一档一档的滚量上攻 什么原因呢 我们回到刚刚人气指标这一张来做观察 因为近期PCB族群不带有内资 尤其是投信的买盘相挺 那也传出有很多的厂商 开始转切入到车用的PCB 5G相关的新应用的PCB 试图要摆脱智慧手机销售不振的阴霾 那怎么观察今天人气指标 如何来用认购全镇做操作呢 好的我想今天在盘面上 这个可以说开始有这个人气回龙的迹象 我想我昨天在同样这个时间 跟大家解盘的时候 我们认为说这个9700以下 短线已经跌得又快又急 那指数的部分9700以下 不要再去追空 不要再去追空 那当然我们也不知道说 昨天明明美股开盘是大跌的 最后居然变小跌 然后纳斯达克还收小涨 但是我们就目前台股的位阶来看 今天的反弹也印证我们昨天 这个9700以下短线跌得又快又急 不要去追空 我想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 最近有陆陆续续公布了 包括像这个11月份的营收 还有陆陆续续公布了一些重要的筹码 为什么说是重要的筹码 因为我今天有整理一张表 待会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如果大家有在上市柜公司任职过的话 特别是当你的位阶高到某一个层级之后 比如说像协理级副总级以上 那如果公司有配给你股票的话 你每个月的5号之前 要跟公司申报说你上个月的持股 有没有变动 比如说你是鸿海的副总 鸿海的资深协理 或者说你是台积电的副总等等 你都要如实的在每个月5号之前 跟公司申报 然后公司再把你这个持股变动的资料 上传到交易所交易所再公布给大家看 那我觉得这个就非常关键 如果说有一家公司 他的这个持股 经理人的持股就是高阶 因为通常你要到一定的层级以上 你才要申报 通常是协理级以上 那如果说这些高阶的资深经理人 开始去增持自己家的股票 我觉得这个就相当有意思 我今天帮他整理一张表 大家来看一下 这张表11月份就我刚刚讲的 刚刚公布 因为现在是这个12月初 每个月5号之前 你要跟公司申报 公司再上传到交易所 所以这个资料是昨天才刚刚出来的 昨天12月6号才刚刚出来的 那这边我筛选出来 总共只有四档 他从9月开始 经理人 就我们刚刚讲的 协理级以上 包括副总等等 他的持股是连续的增加 连续的增加 比如说像森达科 9月高阶经理人持股2.54 10月跳到2.72 上个月跳到2.74 那帽达1.48跳到2.28 再跳到2.33 加连续 红杰科等等 那同时 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只有这四档 但是呢 唯一一档最近这五天 外资跟投信 同步买超的是只有 3491的森达科 只有3491的森达科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 他的筹码 目前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是森达科 的日线 日K线 然后这是外资 你可以发现 外资呢 大概在10月中之后 这边就一路的买 然后大概进入了11月之后 每天都在买 每天都在 没有一天卖超过 每天都在买 然后呢 这一栏是投信 一样 从10月中以后开始加码 进入11月之后 这个买超的这个张数 开始明显的增多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最近这两天 外资不是大卖吗 昨天还卖了200亿 可是呢 针对森达科这家公司呢 你看 外资一路的加码 目前持股创新高 投信一路的加码 也是持股创新高 然后最下面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 福尔 融资 居然连续四天减 来到近期的新低 所以你可以发现 目前这样的情况来看 今天呢 筹码好的 都领先开始反弹 像昨天 其实你仔细去看 一些这个 PCB的股票 其实昨天外资是没有卖 虽然昨天外资 卖了200多亿 可是呢 蛮多的一些 今天强势的电子股 昨天外资 居然都是买超 也就是说 它能够在外资 连续两天 反向调节情况之下 外资还持续的 在加码这档个股 甚至呢 连投信还来参一咖 这个都是今天反弹的主流 那再加上我刚刚前面讲的 如果连自己家的高阶经理人 协理级以上 当然你能做到协理级 能做到副总级以上 代表你应该在公司呢 是位阶还蛮高的 你对公司的营运 应该相当的了解 那为什么你会一直 连续好几个月都增加 自己对公司的持股 代表你对公司是非常的 对公司的这个营运前景 是相当的有信心 那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上个月有个新闻 就是那个 GIS的董娘一直在卖股票 然后那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prop一下当天呢 那个GIS是直接 杀到快跌停 杀到快跌停 当然后来有稍微 稍微再反弹一下 但是回过头来讲 如果说 公司的高阶经理人在增加持股 比如像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申达克的部分 那你可以发现 他的股价相对来说的话 3491的申达克 相对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股价呢 为什么在11月份 会慢慢慢慢浮起来 其实主要就是外资在买 投信在买 还有我刚刚讲的 连自己家的高阶经理人都在买 这个是三重的利多 大概筛选了一两千家公司 大概只有 他是符合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三重利多 这个情况 那当然今天股价 也有开始出现了 这个跟着大盘这个反弹 那我觉得这个后市 是可以留意的 那相关的权资 我们来看一下 是由永峰所发行的 739651这一档 这个申达克的一个认购权资 设计条件呢 比约价是96 以昨天收盘价来看的话 大概是价外18个percent 买盘的引波77% 发行张数3000张 这要留意比大概1个percent 所以从今天的架构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然如果 中美状况 不要再坏下去 那搭配美股的一个 这个短线集叠之后的反弹 相关的个股筹码好的 应该都会领先 往上去做冲出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刚刚前面主持人讲到 PCB族群今天可以说是 非常整齐 那刚刚新兴呢 已经有一度攻上涨停 那另外一档呢 也是有这个载版相关的 这个题材的 就是这个8046的南电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刚刚讲说 昨天外资大卖但是筹码好的 今天都领先往上冲 南电刚已经攻涨停 已经攻涨停 对已经攻涨停 我们刚刚做资料的时候 才涨5% 才半个小时前 这个拉得太快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 这个族群性一来的时候 有时候它真的 5%你看到涨停 这个很快 再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可以发现就我刚刚讲的 昨天外资大卖 然后12345 你看外资居然连买5天 居然都没有去做反向调节 这个就是什么 一档个股呢 它如果真的股价盘不好的时候 当然大家跟着跌 这没话说 但是只要盘稳住的话 这种筹码好的 居然外资这两天在大卖 这种股票居然外资还买 甚至连投信都加进来 这个一起 一起这个来做一个买进的话 其实这种公司相对来说的话 它今天你看 一下子盘稳住之后 不要说盘大涨 盘稳住之后 星星涨停 刚刚南电涨停 那本来我们帮大家挑选的是 这个由原副所发行的 08843这档个股 这档这个认购 不过因为现在股价涨停 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 有时候股价涨停或跌停 这个自营商 这个全证的造势者 他可以不报价的 所以有时候 你看到个股 涨停或跌停 你在操作相关的认购或认售全证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 不要去买到那种 可能是有这个投资人乱挂 挂高高的要让你接 或高高的要丢出来的 那这个时候你要 还是要用券商的这个试算 去算一下说 他挂的价格 有没有太不合理 那如果说太不合理的话 虽然说股价涨停 你很想买 但是还是先忍住 因为那个价格偏离太多 即便明天再开涨 可能因为你买的价格太高 造成你看对也不一定有赚到 所以我想这个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的地方 好 非常热信负的分析跟观察 也提醒您全证市高杠杆的投资商品 有机会在短期间获得极高报酬 或是蒙受权利金的损失 购买之前请先了解相关风险 详阅公开说明书 也可以多多利用券商的试算 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了 那盘指数呢 目前是上涨80点 要再占9800点的整数关卡 2409的友达 在五盘前也是看到呢 有大单在点火的 那怎么做今天上半场 露骨的解读跟掌握 我们稍后再请教专家